日本长期为何拒绝以色列呢? 经营了多年的阴谋 两个都想独占二战最高级别受害者身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实军 欢迎收看严实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狗咬狗一嘴毛 日本和以色列的争吵 暴露他们持续79年的阴谋 最近呢 日本和以色列因为原子战轰炸日 纪念仪式引发争端 为何突然撕起来了呢? 前不久 长期市长林慕侍郎宣布 拒绝邀请以色列出席 核报日和平起愿仪式 随后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 其他六个成员和欧盟 频繁向长期政府施压 不过长期市长仍然表示决定不变 虽然长期政府说 这并非出于政治原因 但他们邀请了巴勒斯坦 而长期和广岛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前不久广岛举行的遭原子战轰炸 79周年纪念仪式上 以色列应邀出席了 巴勒斯坦并没有受到邀请 由于巴以冲突 以色列已经引发了众怒 所以长期政府秉着巨大压力 拒邀以色列的做法 很多人都是赞赏的态度 抱有这种想法实在是太潜伏了 犯了幼稚病 因为这件事的重点不应该在日本是否邀请以色列 应该关注日本作为一个二战战败国 有什么资格去举办原子战轰炸日纪念仪式呢 他们办这种活动 就是美化自己的侵略行径 将自己的形象打造为战争受害者 对广岛长期遭受原子战轰炸的原因 历史背景只字不提 这就好像一个恶棍去别人家烧伤抢掠 被揍得鼻情脸肿 然后反问你们为什么不同情我 我可是受害者啊 他们是真的这么想的 此前共同事报道称 日本长期原子战资料馆 研究将馆内年表上的南京大屠杀 改成日本教科书上用的南京事件 在审议会上有代表主张 明明是呼吁废除核武器的场所 如果提到日本的加害行为 会让人以为日本是做了坏事 才被投下原子战 而将其正当化 关于这个主张 现场无人反对 这就是日本人的逻辑 装受害者的同时还拿无核化做幌子 看似是宣扬无核化 但其实日本政府怎么做呢 就广岛核报纪念仪式上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强调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 但并没有提到 是否会加入禁止核武器挑约 日本政府也开始和美国讨论 和延伸为设 最典型的是去年七国集团 在广岛举行领导人峰会 广岛长期已经成了日本的外交资源 当时他们发布了 关于核财军的广岛愿景 其中的内容 看看就明白了 看着好像是推动无核化 但其实就是日本借着这个舞台 实现二战后国际身份的转变 摆脱战后束缚 重拾军事野心 向世界强调日本受害者的身份 完全没提日本当年正式发动 侵略战争的加害者身份 这才是广岛长期遭到原在袭击的根本原因 日本这个国家确实会营销 这次长期聚邀以色列也是紧跟实事了 因为巴以冲突 以色列遭到国际社会和民众唾弃 长期聚邀以色列是借着和侵略者撇清关系不好感 邀请巴勒斯坦 是想让外界认为日本和巴勒斯坦都是受害者身份 和当初邀请乌克兰过来的目的是一样的 然后大家都把日本看成受害者 也都不去追溯日本举办这种纪念活动的不正当性 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而且以色列和日本在这方面 以前也有些过节 日本人挖出2013年 以色列官员在社交媒体的言论 原子战是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暴力 应该哀悼的是中韩人民 有人看到这句又要对以色列有好感了 同样也是犯幼稚病 事实上 以色列和日本都是会营销的国家 但犹太集团还是占上风 他们控制了绝大多数媒体和影视 经营这么多年 甚至还造了一些新词 让反忧这个词成为很多国家政治正确的大忌 他们将忧太人历史苦难冲高化 将对忧太罹难者的同情刻在了人们的骨子里 把屠杀种族灭绝的定义权牢牢攥赚自己手上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之前忧太的阿拉比就扼杀了亚美尼亚人后裔 要求承证土耳其大屠杀纪念日的努力 即使以色列和土耳其关系并不好 现在日本也想出来装高级别受害者 营销民族苦难 自然会和以色列有冲突 简单点来说 在二战胜利79年以来 两个都想独占二战最高级别受害者身份 方便日后岁月史书 占据绝对道德之高点 犹太复古集团利用二战犹太人曾经的苦难 为他们在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行动张目 性质跟日本一样 用广岛长期的苦难美化亲的罪行 以及现在的军事扩张野心 狗咬狗一嘴毛 我们看戏就好了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